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来听一听他们是怎么说的吧 读了这两篇课文 我确实感受到了那只翠鸟 那片草地很漂亮 我也遇到过可爱的小动物 也和好朋友一起在草地上玩闹过 但我却对这些毫无印象 为什么作者就可以发现他们的独特之处呢 怎样发现事物的独特之处 这个问题的答案 其实就藏在单元岛屿罗丹的那句话中 大家还记得吗 生活中不缺少美 只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 能在迷蒙的雨中注意到翠鸟毛色的鲜艳 发现它捕鱼的灵活 能在嬉闹中注意到草地一天之中色彩的变化 作者一定留心生活 而且观察专注持久 才能够在我们熟悉的事物中 发现新奇和有趣的地方 再来看看另一位同学的困惑 生活中美的事物很多 我能感受到 但是让我写就有困难 比如我家的小猫 特别可爱 可怎么写出来让别人也能感受到呢 觉得很难写清楚 写出来也觉得没意思 我们不妨来看看它的小恋笔吧 我家养了一只可爱的小猫 它的毛是灰色的 它有三角形的耳朵 圆溜溜的眼睛 长长的胡须 它的脚掌上有肉垫 走路时静悄悄的 它特别喜欢睡觉 有时又很淘气 常常捣乱 其实这篇小恋笔 已经很好地抓住了小猫的几个特点 只是想要很好地表达出小猫的可爱之处 可能需要详细地进行描摹了 我想这位同学的发言 可能也传达出了很多同学的心声 究竟怎样才能够把自己感受到的美表达出来呢 课文就是我们学习表达的好例子 在修改这篇小恋笔之前 我们不妨来看一看今天的习作历文吧 今天的这两篇习作历文 与前两课一样 一篇是写动物的 一篇是写植物的 我们仔细地读一读这两篇习作历文 结合课后的题目和旁批 仔细地想一想 作者是怎样细致观察 又是怎样把观察到的内容 清楚地表达出来的呢 通过细致的观察 作者注意到了王子的淘气和可爱 你注意到了吗 如果你也体会到了 请把你发现王子可爱并且淘气的部分 和大家一起进行分享和交流吧 请大家跟我看第一自然段 我找到了这句关于小狗样貌的描写 觉得作者笔下的它很可爱 我猜它没准观察了全村的小狗 把它们都和王子进行了比较 所以夸散自己的王子是全村最好看的 大城的鸟一课中说 翠鸟比鹦鹉还好看 也是这样对比来写的 你读得很认真 而且能够联系之前学过的内容 很好 我也画了这一句 我想那是因为作者太爱王子了 才会觉得任何小狗都比不上他可爱 看来你体会到了作者在对小狗外貌描写中 蕴含着的情感呢 请大家跟我看第二自然段 我同意这里旁批的观点 作者在教王子认字的时候 还评价了他的学习态度 甚至发现王子学狗字的时候 教得最欢 我觉得教小狗认字这件事很好玩 小狗既然还能认得肘子 就正让我觉得有意思 他不仅用心地观察 还通过对比 有了重大发现 你发现了作者在描述小狗时 对他的前后表现 进行总结和对比的好方法 请大家跟我看第八自然段 王子不仅会识字 还会追火车 我读着这句话 想到作者跟着小狗跑 小狗又追着火车赛跑的画面 就想笑 我觉得作者描写小狗时 选择的这几件事很有趣 而且他还努力去猜测 小狗为什么要这样做 和小狗对话特别有意思 你通过阅读文字 想象画面的方式 感受到了阅读的快乐 而且你说得很对 在描写事物的时候 选择事例和积极思考 都是很重要的 我来给你补充 我觉得就像 旁批写的那样 王子竟敢跟火车赛跑 真有趣 这只小狗太自大了 居然要和火车赛跑 而且作者说他每次都输 却从不在乎 甚至觉得自己可以允许火车开走 还要骂火车一顿 这都是作者的想象 他把小狗写得像个很有个性的大人物似的 真是特别有意思 作者的语言 生动 幽默 他把小狗 拟人话来写 真是非常有趣呢 同学们读得非常认真 不仅能够联系上下文 还能够联系此前学过的内容 这些都是非常好的阅读方法 我们再来读一读 《我爱故乡的扬眉》 请结合我们之前学过的课文 仔细地感受 作者是怎样进行细致观察的 并且填写下面的表格 体会作者观察的细致 读了课文 填写完了表格 现在让我们来一起交流 你在哪里体会到了作者细致观察呢 从表格左边的内容 我知道作者重点观察了 扬眉的外形 颜色 味道 这三个方面的特点 而且 因为作者把他的大小 形状 和我们都熟悉的桂园 进行了比较 所以 就算没见过扬眉 我也能想到他大致的样子 对 作者的观察 非常的有条理 而且他描摹的 也非常的准确 我注意到作者 写到杨梅长大后 小字会变软 变平 颜色会从淡红 变成几乎红的发黑 而且熟透以后 酸味就不那么明显了 所以他一定坚持观察了 杨梅生长的整个过程 就和金色的草地 那篇课文的作者 一直注意观察 蒲公樱花的变化一样 看来作者对杨梅的观察 是持续进行着的 他不仅关注了杨梅 颜色的变化 也注意到了杨梅 滋味的变化 你做得很好 还结合了之前学过的内容 真是非常好呢 请大家跟我看第五段和第六段 我喜欢作者写吃杨梅的这些句子 特别是咬开以后 嘴巴上染满鲜红的汁水 我吃杨梅的时候也是这样的 还有回忆 吃杨梅酸倒牙的往事那里 写的也特别好 他说连那么软的豆腐都吃不了 让我觉得杨梅的味道好酸 酸到让人啥都咬不动 但我想 它也一定非常甜 因为那么酸的味道 作者在吃的时候 竟然都没怎么觉察到 看来你和作者一样 是非常善于观察生活的 而且听了你对杨梅滋味的描述 老师也觉得你很善于思考和分析呢 同学们我们来看 作者在对杨梅 外形 颜色和味道进行描述的过程中 始终都能够抓住事物的特点来写 这一定是通过了非常细致的观察 不过 他可不仅仅是用眼睛看哦 请你找一找 他还调动了哪些感官 参与观察了 我从小刺便软这里知道 作者应该是用手摸 用牙咬 才会有这样的感受 我从作者对杨梅酸甜滋味的描写那里 确定他一定用嘴巴仔细地品尝了 说得很对 对事物进行详细的观察 还可以调动多种感官进行呢 除了立文中使用到的方法 我们还可以用耳朵听 用鼻子闻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 怎样可以做到观察细致 表达清楚呢 要留心观察 我现在知道了要调动多种感官参与观察 可以用耳朵听 用手触摸 用鼻子闻 用嘴巴长 这样才会使观察更细致 读起来更真实 观察时要注意事物前后的变化 可以选取不同的事例 还可以加入自己的想法 这样会使读者的印象更深刻 大家总结得非常好 老师把大家刚才发言的内容归纳一下 那就是多角度 多感官 多思考 持续观察 现在让我们再来帮助之前那位同学 修改他的小练笔吧 如果这只小猫就在你眼前 你会怎样观察它 又会怎样来写呢 如果这只小猫很温柔 我想摸一摸它的毛 谢谢它皮毛的柔软 我知道猫有很多种叫声 我会注意听一听 它长短不易的叫声 写出这种变化 猜猜小猫这样叫 是什么意思 我要把小猫和我一起玩布老鼠 偷吃鱼竿 还有害怕洗澡的事情写下来 一定会很有意思 同学们给出了非常好的修改建议 相信如果用了这些方法 这篇小练笔一定会很好地 把小猫的可爱和活泼之处 清晰准确地表达出来 今天的课后作业 让我们一起来出事伸手 课文给了我们两个 非常有意思的开头 先看左边 以后再去买菜的路上 小作者注意到 有好多只小蜗牛 正在慢悠悠地过马路 它们长得什么样 它们会怎样过马路 马路上那么危险 会发生什么事情 它们又会如何应对呢 你可以带着这些思考 去观察一番哟 再看右边 这位同学 对表姐送给她自己的芒果 非常感兴趣 不过 虽然是很常见的事物 想要把它详细地描写出来 可要进行一番详细地观察呀 我们可以举事例 做比较 写变化 还可以看一看 摸一摸 闻一闻 尝一尝 多感官参与观察 你可以选择 这两项中的遗项 继续写下去 也可以把自己最近 留心观察到的事物 清晰地写下来 这是观察记录单 同学们可以借助它 直观清楚地记录自己的观察所得 然后把自己记录的内容 整理后写下来 和大家一起分享和交流吧 好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儿 同学们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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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